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新學期的課程啦 這個 非常高興現在還可以看到大家 對不對 那這個 我們這個學期的課程喔 就是全部都會教人工智慧 就是上個學期課程的這個 就是後面的幾節課 然後我們會從原理開始講起 那我們這個原理會非常原理喔 好不好 那這個 如果我們交到哪個部分喔 然後覺得受不了 忙停喔 尤其是前面幾節課 因為前面幾節課有非常 非常這個 就是非常嚴重的繼承性這樣子 就是如果這邊不會 後面絕對不可能會的好不好 第一課一定全部都要了解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人工智慧喔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那個人工智慧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數學函式嘛 就是我給他一些input 他就會給我一個output 對不對 那這中間的過程怎麼去運算呢 那顯然就是透過數學函式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來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人工智慧的核心好了 就是 人工智慧的核心就是 我現在啊 呃 我現在有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我給他一個x 然後讓他預測y 那這個 這個函數啊長什麼樣子 這個實際上沒有那麼重要 對不對 等一下 我們之後再來學這個 這個函數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你只要知道 就是input了一個東西 然後他可以有個 可以讓他出現一個output 這樣就夠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先簡單一點好了 如果既然這個人工智慧的核心 就是一個函數的話 這個函數就可以是任意行事嘛 從簡單到困難都可以 那這個 簡單的話我們就講個最簡單的 就是線性回歸 這線性回歸 這個函數就是y hat 它等於beta0加beta1x 這個beta0和beta1 就是我們需要求解的這個係數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定義一個名詞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定義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 以後我們會遇到 就是我們現在把這樣一個式子 這是線性回歸對不對 在 呃 線性回歸可以允許是任意 beta0 任意beta1 都可以叫線性回歸 對不對 我們把這一組 這個線性回歸的這一組 就是可以允許 任意beta0跟beta1的這一組 函數 那它就有很多個函數嘛 比如說 1加上2x 3加上4x 這都是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我們把這麼多個函數組合 叫做一個function set 好 然後 每一個function 一個function set裡面 它的這個結構是固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function set的結構是固定的 舉例來說 當我指定了這個function set以後 那 這個 我就不能夠產生 beta0加beta1x 加上beta2x2 這個 加上beta2x2 這個東西本身 跟這個 就是兩個function set 這樣可以了解嗎 一個function set 就是裡面的參數是不定的 裡面的參數是不定的 我可以去求 但是問題它的結構是固定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啊 這個 資料科學其實核心就是 我現在先指定一個function set 這個function set是我先預先定好的 然後接著 我需要去求得 最適合的這個參數 參數估計值 然後這個參數估計值 一決定了以後 我就形成了一個預測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理論上 就是丟一個x 它就會給我一個y 對不對 注意喔 當我這個beta0跟beta1 還沒有固定的時候 這個function set 是沒有能力給丟一個x 就給我一個y 因為我還不知道 beta0跟beta1 有多少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Linear Regression 它就是一個 最簡單的function set 好 我們繼續 當你指定好一個function set以後 那我要怎麼去求解咧 我要怎麼去求得 beta0跟beta1 這兩個數字 這個 我就需要去定義一下 什麼樣子 的beta0跟beta1 是最好的 那 怎麼去定義咧 定義的結果 因為我們的預測是yHot yHot是y的預測值 那我們當然有y的真實值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 yHot跟y 之間我們去比較出一個差異 然後讓這個差異要最小化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們現在去做的事情嗎 所以我們再定義一個 如何去organize yHot跟yHot 它們之間的差異 我們把這個新的函數 這又是一個函數喔 我們把這個函數叫做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 它的英文名字叫cost function cost就是cost 那個預測函數就叫predict function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個cost function啊 我們如果以線性回歸來說 那它就是殘差平方核 這個殘差平方核就是 yi-yHot 然後平方起來 然後sigma起來 這裡面 這個 這個 cost function 跟這個predict function 它們兩個 有一個本質上的差異 你們現在看得出來嗎 好 沒關係看不出來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們 這個 cost function 它並沒有代解參數 它沒有代解參數喔 它只是去描述 Yi 就是 Y這個真實值跟預測值 它們之間到底有多少差異 但是cost function 是不可以有代解參數的喔 你們很久很久以後 至少在我們這節課的範圍內 這個cost function都是沒有代解參數的 可能很久很久以後 你會看到paper 把cost function裡面加入代解參數 不過那個是 那個是 就是那個是很奇怪的變形啦 原則上cost function就是沒有代解參數 它單純描述 這個 就是 真實值跟預測值之間的 之間到底差了多少這樣子 那 殘差平方核 當然是一個 就是 一個 就是非常常見的一個cost function 你會說 平方可不可以改成絕對值 絕對可不可以 要不要給我一些response 我們從那個就是 沒有被污染的人 開始問起 好不好 那麼 海倫 可不可以 你覺得 殘差平方核 這個平方核啊 如果改成絕對值的核可不可以 為什麼是 為什麼不行 我沒有問你 我沒有說為什麼不行啊 我問你可不可以啊 你只要回答我 yes or no就好了 你覺得可以 好 你說為什麼平方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 絕對值 絕對值 啊我現在問啊 絕對值可不可以啊 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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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值到底可不可以啊 蛤 林辰你講 絕對值可不可以 欸 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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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現在不要講這線性回歸了 假設那個 就是 cost function 跟predict function 都隨便我們定 只是我們predict function 用了線性回歸的那個fn.set 那我們的cost function 可不可以隨便改 欸沒有什麼idea沒有關係 那我問一下 那如果我改成和呢 我不是絕對值和喔 就是和 單純的和 單純的和大家都覺得不行 對不對 為什麼單純的和大家覺得不行 因為正向誤差跟負向誤差會抵消 對不對 所以單純的和大家覺得不行 所以如果你 based on這個理由 那絕對值的和 似乎沒有什麼不行的 對不對 好所以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這cause function 其實沒有一定要是什麼 其實都可以 好不好 但是它必須符合某些精神 舉例來說 你不能夠說你要 你這個 你這個 cause function 算出來的值 越小 就應該代表誤差越小 這樣懂意思嗎 越大就代表誤差越大 這個精神要滿足 剩下的其實沒有關係 這樣知道你改成什麼形式都可以喔 好所以到這裡為止喔 我就是我們現在客財上開始而已喔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 function 拆開成 predict function跟 cost function 然後啊這個 predict function 我們剛剛是以線性回歸為例 那實際上我剛剛已經講了非常多次了 那個 predict function完全可以改成任意形式的盤數 只是你需要先指定它的 function set 你只能夠留下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嗎 然後 cost function呢 cost function 只要你滿足了一定程度的精神 就是舉例來說它越小代表損失越小 代表這個就是 真實值跟預測值越接近 越大就代表真實值跟預測值離得越遠 這樣可以嗎 那除此之外它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你可以指定任意的 predict function 也可以指定任意的 cost 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啦 這個beta0跟beta1是要求的 是代解參數嘛 那既然它是代解參數 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去求它勒 因為 cost function本身沒有參數要求解 對不對 所以然後 cost function裡面有個 y heart 這個東西跟 predict function 是高度連接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y heart 把這個 cost function 跟 predict function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我們以線性回歸為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y heart 把它改成 beta0加 beta1x 然後並且把它代入進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loss 給定任何一個 beta0跟 beta1 注意 y 跟 x 是已知數喔 是已知數 這是我們樣本給我們的喔 所以 y 跟 x 雖然看起來像位知數符號 但它其實是已知數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們的 loss 就等於 任何一組 任何一個 beta0和 beta1 都可以給定我們的樣本一個 loss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 找到一組 beta0跟 beta1 然後讓 這個 loss最小化 好那找到一組 beta0跟 beta1 為什麼不用找 beta2 因為我們的 最先定義的 predict function 它的 function set裡面 不包含 beta2 所以注意 這樣知道一件事情嗎 我們的 這個 整個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人工智慧的 開發的時候 最開始我們去定義了一個 Predict function 定義完了之後 它的 function set就固定了 我們能做的 加樣本 或者是什麼 能做的只是去改變它的 這個 就是 參數 那它 可能會有一組參數 讓我這個 整個 最後出來的這個 predict function 預測得很好 這樣可以嗎 然後 那個 course function要怎麼定這個 這個大概有 idea了嘛 對不對 符合一個 精神原則 剩下的好像就不那麼重要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基本知識 到這裡有沒有聽不懂 聽不懂沒有關係喔 到這裡 到這裡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課可以上課時間可以很長 好不好 如果願意的話 一整個下午都可以上 但是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 一定要 一定要弄懂喔 每一個 每一個細節都要弄懂 尤其前面幾節課 好都可以嗎 都可以我們就要下一張喔 好都可以的話 你就知道我們現在的問題 其實是求即止嘛 對不對 這邊有一些課可能跟那個 就是碩士班的重複 這沒有關係 一點點重複而已啦 好不好 那碩士班交的比較快 這個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在求即止 對不對 好這個我們現在在求即止嘛 對不對 剛剛那個就是找出一組 找出一組這個 Beta0跟Beta1 然後 讓那個Loss最小化 這其實就是在求即止 這數學的即止問題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 稍微回憶一下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怎麼樣去求即止 就是給你一個函數 你怎麼求即止 好那你會發現 其實 求即止的過程非常簡單 就是 對這個函數 做微分 對這個函數做微分 對這個函數做完微分之後 呃 這個函數 對 一個函數 微分之後的函數 我們叫導函數 注意一下這些 TN喔好不好 之後我們會大量的出現 微分完的函數叫導函數 這個導函數啊 導函數 數等於0的地方 就是即止的地方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可不可以 再問一下為什麼 我忘記碩士班的課的時候有沒有問這個問題 一定有嘛 對不對 來 可不可以 給一點response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有即止 你看起來很想講樣子 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上次有問題 蛤 因為上次有問題 因為這 他切線斜率 他會 他會降 然後降到他切線斜率 0的時候 他代表說他斜率不再改變 再有一個 好很好 這就是標準答案啦 這個 導函數的 嚴格定義就是 切線斜率函數 切線斜率函數等於0的地方 就代表 他不會再上升或不會再下降 所以他鐵定是個極端值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對微分之後得到 這個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有即止 這個數學的零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喔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解釋啦 可是我們現在有個問題啊 就是 剛剛我們在這個函數裡面 他只有一個位置數 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 求 對 x求微分 那得到了 x的導函數 對x求微分的導函數 那這個 他等於0的時候 就是我的答案嘛 對不對 那 如果 我們今天 同時有 β0跟β1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好這邊我們要 學一個東西 偏微分啦 對 我要先對β0求微分 再對β1求微分 所以我會有β0的導函數 β1的導函數 然後這兩個導函數啊 我就要求一個 2元 我不知道幾次啊 2元的連立方程式 兩個位置數的連立方程式嘛 好那 可是啊 你現在的線性回歸 那他的 這個 function set 還不夠複雜 對不對 他只有 兩個代解參數 如果今天 我們的 predict function 隨著我們的 這個就是 創意 然後慢慢的去增加 他的 複雜度 那這個代解參數是不是會非常非常多 如果代解參數非常非常多的話 我們要解的 是不是就是一個 N元連立方程式 按你們知不知道那個N元連立方程式 你要怎麼解 三元連立方程式是不是就已經不太好解了 因為你要連續代入兩次 然後你求得那個數字之後你才可以反代入回來 對不對 而且你代入回來之後你還不能直接就 你還不能就直接求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一定要 這樣子 正向先往下代入一次 位置數越來越少 然後再反向的再回來 這樣子可以嗎 而且他很有可能是 N元 M次連立方程式啊 那個 代數搞不好也不好求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這個 球極值 用導彈數等於0 這個方法 雖然很標準 但是並不理想 而且 如果他是 M次連立方程式的話 他極值很有可能有非常多個 對不對 那這個 如果他極值有非常多個的話 那到時候我們是不是還要把那麼多個 極值組合 然後全部都把 就是 看一下他的這個 就是 哪一個最小 這樣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方法不好 這個方法不好我們就要學T度下降法 這個T度下降法在碩士班的課程就略為提到了 對不對 而且有走過一次那個流程 而且先進回歸應該也做過了 我們就再重複這個過程 但是我們再講詳細一點 就是碩士班的課程沒有聽懂的 這邊再仔細聽一下 好不好 那最開始的時候 T度下降法就是講說 沿著這個 切線斜率 往下走 然後沿著這個切線斜率 這個 Information往下走 理論上他就可以走到最小值 好那 切線斜率 我們要怎麼求 我們有導函數嘛 對不對 我們導函數把數字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在當前位置的切線斜率 到底是多少 對不對 如果這個切線斜率是一個正數 我要往下走我要怎麼做 把它減掉嘛 就往左邊走嘛 往右 切線斜率為正 代表往右走 是 往上 往左走是往下 所以我就要往左走 所以我就減掉一個 切線斜率 那切線斜率為負勒 代表往左走是往下 往左走往上 往右走往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要往右走 那 我同樣也是減掉那個切線斜率 我就是往右走 所以說無論如何啊 我這個式子一定設計成 當前的 先給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這樣懂嗎 這個 T2下降法就是這樣子 先給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這個起始值真的是射多少都可以喔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做實驗的時候可以射不同的起始值來試試看 先給定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然後 下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的位置 就是這一代的位置 減掉LR 這個LR是不符 Lending rate 我們把就是這個數字可以控制了 這是一個參數 我們 減掉Lending rate 乘上 當前的切線斜率 當前的切線斜率怎麼求呢 把你當前的位置 帶入 導含數裡面 你就可以求得當前的切線斜率 這邊沒有問題吧 這個式子有沒有人沒有辦法理解的 都可以嗎 都可以嗎 都可以的話我們繼續喔 都可以的話我們就帶數字來看看嘛對不對 剛剛這個 我們的 我們要求的 那個 函數是 x平方加2x加1 然後他的導含數是2x加2 那我們現在把10帶進來 一開始是10嘛對不對 那10減掉LR 乘上 把10帶進導含數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的LR 現在設的是0.05 你可以設任何值啦 但我們現在就設0.05 設了0.05以後 乘上2乘以10加2 這樣子的話 第一代的值是8.9 初始值是10 下一代的值是8.9 這樣沒有問題吧 再來繼續往下 8.9減掉 RaringRate乘上 8.9帶進我們的導含數 這樣我們得到的答案就是7.91 以此類推一直往下帶 你會發現他的數字越來越接近-1 而-1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對不對 為什麼T度下降法Walk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到了極職就不動了 為什麼到了極職就不動了 陳音主要不要回答一下 蛤 沒有聲音喔 沒有聲音 這麼這麼 找這個理由 那你旁邊幫忙一下好了 可以嗎 Raring為什麼到了 為什麼到了那個 到了那個 極職他就不動了 他不是一直要剪掉一個數字嗎 他到最低點會怎樣 為什麼到最低點他就不動 他不是要一直剪一個數字嗎 照這個過程的話 他不是要一直剪 好問題 林辰你要不要回答 因為他剪到最後會變0 什麼叫剪到最後會變0 他 他屬於那個 纖維分過後的 函數變成2 2 那我們到後面 在學員輸入的時候 他大概要2 加的那個 地方是等於0 所以他變成是 數1-0.05 0 好 講得非常好 來我幫他翻譯一下 他的 講法是對的 但是我幫他翻譯一下 就是 導函數是什麼東西 導函數是切線斜率函數 對不對 那極職是什麼東西 極職就是切線函數等於0的地方嘛 那所以說你越靠近極職 他的切線斜率就越小嘛 對不對 那小到最後 當你完全就在極職上的時候 他就當然完全不會有切線斜率 所以他完全不會動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T度下降法 其實這個設計設計得非常好的 好不好 他越走 就會走得越靠近極職 他理論上 他的斜率就會越來越小 理論上啊 好不好 那他就越不會動作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 自然他就會停下來了 好所以這個是理解T度下降法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喔 好不好 這個理解非常重要喔 等一下你們會發現很多 等一下我會問很多很神奇的問題喔 好不好 就是為了要讓你們 要了解一下 就是你們對這些數學的部分懂不懂這樣 好那我們用R原來實現T度下降法 等一下我們螢幕還給大家 然後這個部分都給大家做好不好 就是複製線上就好了來 這個語法我就懶得講啦好不好 這個語法很簡單 就是 這個i等於1的時候 STAR VALUE在這裡 這個STAR VALUE 這個是STAR VALUE隨便你定多少 然後我的ORIGINAL FUNCTION是X平方 對他求導含數之後就2X 對不對 然後我的 i等於1的時候 第一代 第一代的時候 result就等於STAR VALUE 然後之後 之後的這個第i個X都是第i-1個X 減掉LAND RATE乘上 把這個第i-1代X帶進DIFFF裡面 然後接著就產生結果 好我這樣子按下RUN以後 答案就是接近是0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試著 改變一下這個函數 主要是我們把X平方加上2乘X加上1 那我這裡是不是X平方 2X加上2 可以嗎 那我再求一次 他是不是告訴我-1 好所以請你做一些實驗 簡單的實驗 去練習一下T2下降法好不好 你也可以改變STAR VALUE 主要有STAR VALUE改變50 答案還是-1 這樣可以嗎 試著做一下 體會一下他的感覺 好那 那個剛剛如果你有做實驗的話 好不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把LAND RATE稍微調高一點 你會發現他就BWALK了 調低一點這邊無所謂的喔 我把0.1改0.01 他還是他幾乎就是-1嘛 對不對 所以真的沒有問題 但如果把0.1改成 主要是說 主要是改1.02好了 你會發現他是-5.2乘以10的18次方 這錯了嘛 對不對 那我改0.99了耶 0.99就WALK了 對不對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來來你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告訴我們啦 如果我們的LAND RATE如果調大或調小的時候有什麼問題 這個 剛剛這個函數他的 關鍵的LAND RATE 是在這個 1 是在1的部分 比1小就WALK 比1大就不WALK 比1小的時候為什麼還WALK勒 你看他的軌跡 他的軌跡是這個 資質型的下降 為什麼勒 就是你一步跨太大 對於這個函數來講你的一步跨太大 跨過去結果你馬上要往反翻上來跨 這樣大家懂意思了嗎 那你如果再稍微 多大一點點 他的一步就真的太大 就上去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LAND RATE 他其實並不好調 這不好調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設的太小幅度有點慢 設的太大可能會無法收斂 而且 到時候等到那個就是後面的課程 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的這個函數 他只有一個極值嘛 對不對 到後面的課你會發現有一些函數他有兩個以上極值的時候 那有一些極值就會局部極值嘛 你LAND RATE設的太小他就很容易困在局部極值 這個 現在聽不懂沒有關係 到第三節課的時候我們會好好講 所以說這個LAND RATE並不是 非常好 這是一個額外的超參數喔 也就是說以後我們要訓練一個 不要講訓練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還 就是 我們講訓練還很奇怪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教 這個一個 PREDICT FUNCTION 跟一個 CAUSE FUNCTION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求解那個 FUNCTION SET裡面的 代解參數的時候 那個LAND RATE 有時候你如果求解的結果你覺得不好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你的LAND RATE 然後你才能確定說 是你 PREDICT的這個FUNCTION SET寫的不好 還是 這個 還是這個LAND RATE不好 對不對 那你要 你要透過多次的實驗你才能又知道這件事情 好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求解的過程 其實就是人工 智慧在訓練的過程 剛剛說訓練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說 你 這個超參數就很重要 你訓練之神經網路成不成功 這個LAND RATE 你就可能要做很多次實驗去決定 所以說做那個人工智慧研究 蠻浪費運算資源的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現在還教第一個參數耶 之後你會發現一狗票的參數 需要調整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繼續 好那剛剛是一個 這個 一圓的這個 就是 微分 這樣可以 一圓的這個函數的求解 我們現在來學一個 二圓的 就是 二圓的這個函數求解 二圓函數求解 舉例來說這邊有一個 二圓函數 二圓二次 方式 它是 4a平方 減掉4a 加上 b平方 減掉2b 加上5 那這個如果你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假如讓配方法求解的話 你會得到 當a等於0.5 並且 b等於1的時候 這個函數會有最小值3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問題 那我們如何用 T度下降法 來對這個函數來求解 求解 那怎麼做勒來 首先 我們要先求得偏導函數 注意剛剛講 叫導函數 那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如果翻堂式裡面有一個位置數 然後我們直接對那個位置數 求 微分的話 這個叫導函數 如果方程式 裡面有兩個以上的位置數 我們對其中的位置數 求微分的時候 我們就要偏導函數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位置數 所以我們必須求兩次偏導函數 我們有對 A來做 微分 求得A的偏導函數 跟對B求微分 得到的 B的偏導函數 分別是 8a-4 和 2b-2 這個 偏導函數怎麼求勒 就是 你把這個 A 當你要對A求 偏導函數的時候 你把 跟A 無關的東西 通通當成殘數項 直接捨去 那剩下 那這個 2 帶下來 就是8a-4 這樣可以吧 8a-4 A直接去掉 這個偏導函數的過程 有沒有人 不會的 不會要舉手喔 雅婷你會不會啊 蛤 會齁 好好好 那這個 B的這個偏導函數 就是2b-2 這個沒有問題吧 2一下 然後b去掉 2b-2 這樣可以齁 好 那T度下降法要怎麼樣對這個 這個 就是偏導函數這樣求解勒 實際上跟剛剛的公式一模一樣 只是差現在 第T代的A 等於第T-1代的A 減掉 Landing rate乘上 A的偏導函數 然後把A跟B都帶進來 像這裡是沒有B啦 不過 正常來講他還是得把A跟B都帶進來 只是這邊B帶進來沒有任何意義 這樣懂嗎 同樣的 B DT代的B 也等於DT-1代的B 減掉Landing rate乘上 B的偏導函數 然後把 上一代的值給帶進來 兩個以上的數值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求解 好那我們現在給個隨機起始值 並且做一個實驗 起始值00的時候 第一代的A 就是0減掉Landing rate乘上 把00帶進A的偏導函數裡面 那得到的答案就是0.4 B呢 就是0減掉Landing rate乘上 B的偏導函數 然後把這個00帶進來 然後得到的答案就是0.2 依此類推 你就可以得到0.5跟1 好這個實驗也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來了 好到這裡為止有沒有人有問題 啊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沒有人有問題我想要問問題了 你們覺得啊 你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呃他現在我 我剛剛是在 一圓的這個就是一圍空間裡面移動喔 我一圍空間裡面移動的時候 我從這裡移過來 我從 我從 我用這個函數好了 我這樣子往下移他就一路往下嘛 對不對 而且他只有一個方向 對嗎 那我現在啊 我現在 一開始是00 然後我 下一代的值是 往這個0.4跟0.2走 對不對 那實際上 我是不是 我其實在一個二度空間裡面走嘛 對不對 我一個0.4一個0.2 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我 可能對於x軸 我對於某一個軸 我是動兩倍 對另外一個軸動一倍 所以其實我是往斜前方走對不對 我既不是往直軸也不是往右邊走 我是往 右前方走 並且那個幅度是一個2比1的幅度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 這樣真的能得到極值嗎 這樣真的能夠得 往小的地方走嗎 或是我們換個講法好了 這個偏導函數的數學意義 實際上是什麼 我知道他的切線協率 但是偏 為什麼他叫偏導函數呢 他到底是什麼的切線協率 我們可不可以開放大家想一下 好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樣子 如果我們現在有求得兩個偏導函數 然後他其實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我當前我在這個點的時候 在當下這個點的時候 我往 那個如果我們現在把AB當成就是x軸跟y軸 好不好 就是a軸跟b軸這樣子 我不看b這個軸的時候 我就往a軸那個方向走 那個方向就是等於說往正北方走 有點像往正北方走的時候 往正北方走的時候 他的切線協率是多少 就是往正北方走 我到底是往向還往下 切線的協率喔 那 那個 對B球這個偏導函數呢 就是往正 證這個北 北是往上嘛 東是往右嘛 往正東方走 他的切線協率是多少 但是啊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用 偏導函數去知道說 那我往東北方走到底是往上還往下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如果想要知道這個information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轉軸喔 我們要把我們的方向做了改變 那我們要把那個整個函數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旋轉 我們才有辦法求得 往 主要說往45度東 就是東45度北 那個是這個方向 他的切線協率多少 所以我們在求 我們到了二元 就是二度空間以上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只能夠求 正北方正東方 如果我們到三度空間 我們就在一個正上方 的切線協率 到四度空間我已經不知道那叫什麼方了 但是 我們其實是非常有限的information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求得 當下 在那個環境之下 每一個方向的地形 這樣知道嗎 因為他無限多個方向啊 你如果切三百六十度 二度空間三百六十度 他可以再往下細分啊 所以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所以啊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在解的這個 極值函數 是不是 顯然 通常他都超過一元 通常他是一個二元 以上的 函數吧 然後求二元以上函數的極值 對不對 他這個過程其實 非常的 呃 你現在 你現在想像 我現在把T度下降法定義成這樣子 他WALK的機會其實比較小喔 他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狀況下 我真的照他指引走 覺得說 呃 他告訴我往北邊走往下 往東邊走也往下 我往東北方我就真的往東北方走了 不見得 不見得真的會往下喔 好不好 所以這裡是第一個 就是 如果你從數學上去理解T度下降法的話 這是第一個他的問題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問題很重要喔 就是 我們之後的 課程內容 一定都會 帶你從原理開始了解 然後你會知道說 這些原理上的限制 呃會 你知道這些原理上的限制還有你手上工具的限制 你就知道說有一些事情可能做不到 然後你可能只能夠 求一個就是折衷的結果這樣知道嗎 好但對於這個函數來講 對這個函數來講很幸運的他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好所以我們一路往下帶 帶到最後你就會得到0.5跟1 這樣懂意思嗎 那這的確真的是全局機值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不過不是每一次運氣都會那麼好喔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所以在偏微分 偏微分的問題 偏微分跟微分 為什麼偏微分特別拉出 一個 Session來講 就是偏微分他其實是有他的問題的喔 他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的直覺 用微分 和T度下降法 到 把微分感偏微分之後 世界就改變了 這樣大概懂的意思了嗎 而且 你的資訊變成非常的有限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 要做一個練習一拉 就是不管拉我們現在就是只能夠用偏微分 我們手上就只有這個工具 對不對 呃 所以我們就要用 T度下降法來求解線性回歸 好我們這裡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現金回歸預測的函數是 beta0加beta1x 等於y heart 對不對 他的 損失函數 Cost function 就是yi 減掉y heart 平方 之後累加起來 好這邊有個1 2 n分之1啊 這個1 2 n分之1是一個長數項 你不要放也可以 但是 等一下我們求微分的時候 如果有個1 2 n分之1 他約分會比較簡單 他可以約分 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這一個是他的Cost function 最後求的一個loss 我們把Cost function跟Predict function 把它整合起來 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要求的一個beta0跟beta1 讓這整個loss最小化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求 beta0跟beta1 他的 偏導函數 分別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對 這個loss求beta0的偏導函數 對 loss求beta1的偏導函數對不對 好那當然啦 這個 解的過程 這個解的過程我們用黑板來repeat一次好不好 這個 免得 免得有人跟不上 我們簡單講一下 這個 對這一包東西求微分 就是用連鎖率 然後他會變成 兩倍的 Yi heart 減掉Yi 注意喔 這裡正負號要變換喔 這裡正負號要變換 這樣知道嗎 這裡正負號要變換 然後 後面 這裡就是用了第一次連鎖率 用了第一次連鎖率 然後後面的部分 就是 照抄下來而已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最後這個 beta0的係數是1嘛 1留下來 剩下就結束了 這樣可以嗎 那對beta1求微分也蠻簡單的喔 因為beta1求微分前面的過程是一樣的 只有在這裡 我要把beta0換成beta1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是x留下來 剩下不要 所以 對beta1求微分 他的差距就是這裡有個x 所以如果今天要求個限定回歸 他的偏導函數 他對beta0的偏導函數 就是 y y h 減掉yi 累加起來 然後1 這樣可以嗎 那對beta1求偏導函數 他的結果就是 他的結果就是 y yh 減掉yi 乘上x之後 再把他累加起來1 所以這樣可以嗎 yh 減掉y 然後 直接累加起來 再除以n yh減掉y 乘上x之後 累加起來再除以n 這就是beta0的 difference function 跟beta1的difference 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現在的結果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組數據 x跟y 分別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直接用lm這個函數 求得的結果 擷具是5.3 斜率是0.9 請你用T度下降法 隨便一開始帶兩個數字進來 然後 你跟著球 一路球下去 看看到了 很多代以後 他是不是能夠到5.3跟0.9的這個級值 好不好 那我們 當然了 這個是我們那個博士邁的課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博士邁的課程 練習題後面通都有答案 你想要直接操也可以啦 不過我建議大家還是思考一下 看有辦法用自己想出來 那要怎麼做 好那個 那個 我們這個學期上課 那個答案其實 程式長怎麼樣 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那個 程式的部分 就是 可能 大家可能 大部分要靠自己看 這樣子 主要是focus在數學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那個程式的部分 也沒有那麼 想像中那麼難 好不好 來我們來試一下 首先 我們要先把這個 就是 這個結果先貼過來 好 好那 這個 x跟y 分別就這兩組數字嘛 然後 我們的 T2線量法 他的這個過程啊 其實就跟前面非常像 來 Amzer beta 0 等於 repeat 這個0 Number of Iteration次 那Amzer beta 1 0 Number of Iteration 次 然後從第二代開始 這個第二代就等於上一代 減掉lr 乘上 Difference function beta 0 把beta 0跟beta 1給帶進來 當然x2等於x y2等於y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不會很難懂嘛 然後beta 1 跟那個操作完全一樣 這樣子得到的結果 這樣子得到的結果 就是5.3跟0.9 好不好 那如果我們換一個起始值呢 舉例說我們不用0 舉例說我們用11 1 好得到的答案還是一樣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換個lending rate 我們改按0.5 0.5應該還是一樣喔 0.5就不行了 那我們0.3好了 0.3試一下 0.3也不行 0.2勒 0.2 0.2就不行了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其實蠻敏感的 這樣懂意思嗎 0.01 太慢 所以只有0.1剛剛好 所以這個學習率其實 非常敏感喔 就是如果我稍微調大或調小 其實他可能就bwork了 這樣大概 這樣大概懂意思吧 好那我們剛剛 學到的是 先行回歸嘛 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 微分求解的過程 用T2下降法 這個過程理論上還蠻熟練的 那我們這裡啊 我們就來學習一下 這個先行回歸 這個 我們就來學習一下 邏輯思惟規好了 那個先行回歸 我們統計學過了嘛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學 邏輯思惟規 對不對 好 邏輯思惟規 他的式長什麼樣子 這是 Logity Regression 的預測方程式 Log Pi 除以1-P 等於 Beta0加Beta1 這個式子 呃 這邊沒有人 沒上過統計嘛 對不對 這式大家懂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覺得這式 是看起來陌生的 好沒有嗎 好沒有無所謂啦 為了 為了避免啊 這個 就是 為了避免這個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等一下推倒的時候有點麻煩 我們把這一串 我們把這一個 Beta0加Beta1 把它 令它等於LP 這LP叫 Linear Predictor 好不好 這個LP Linear Predictor 這個簡稱大家都懂 好不好 那這個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把 可是我們最後我們要求的是P嘛 P才是我們的機率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P 把它移到左邊來 那我們要怎麼移勒 從這裡 從這裡移成這裡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要不要黑板上解 海倫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好有問題就要黑板上解啊 看一下 好這個過程大家了解了嘛 這個過程大家了解了以後 這個 我們現在啊 這個P 就是我們預測的樣本機率 那我們預測的樣本機率跟我們真實的Y 跟我們真實的Y Y就是要嘛是0要嘛是1嘛 對不對 啊P就是借於0到1嘛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是不是要 再定義一個 損失函數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是不是我們所定義的Prediction function Predict function 這個Function set我們還不知道 Beta0跟Beta1多少 接著我們定義一個損失函數嘛 這個損失函數就是去描述Y跟P之間的關係 我們希望Y跟P越接近越好 對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定義 損失函數勒 我們就用這個好不好 我們就用剛剛 這個現行回歸的損失函數 可以嗎 好像可以吧 有沒有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用現行回歸的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 要不要給一點feedback啊 雅婷 你覺得我可不可以用現行回歸的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要怎麼定 損失函數定只有一個原則嘛 就是 我希望他loss小的時候 真的是Y跟YH越接近越好 差別大的時候 loss大的時候就是他們兩個離越遠越好嘛 這樣定有沒有問題 好像沒有問題嘛 實際上也真的也沒什麼問題啦 好不好 不要 不要那麼害怕好不好 就是 沒有問題就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看啦 至少看起來沒有問題 那看起來沒有問題 那 我們 這個pi不就是前面的這個 1加上 1的 負 Beta0減掉Beta1 XI 然後再分之一嗎 這個沒有問題吧 我只是把P把它拆解成原來這個樣子喔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是 我的Loss就是 我的Loss是不是就長這樣 然後我要求得一個Beta0跟Beta1 讓整個Loss最小化 這樣沒有問題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喔好 好 那我們就要求偏導函數啦 這個偏導函數就複雜了 這個偏導函數好多個過程喔 首先 第一個我們需要連鎖率 第二個我們需要學會微分處法 這個公式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就是如果我要 對這個連鎖率我剛剛已經教過了 對不對 那這個微分處法這邊有沒有人看不懂 這個就是如果 上面有一個函數下面有一個函數 然後兩個都是X的函數 我要對X球微分 我就是 這個 下面函數乘上上面函數的微分 減掉 上面函數乘上下面函數的微分 再除以下面函數的平方 這個 這個怎麼樣從這裡到這裡 我就不證明了啦 好不好自己去查書 那 指數微分 這個指數微分比較簡單 對指數微分 函數微分 就剛好等於指數 對自然指數的函數微分 就剛好等於自然指數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一個特例 這個是一個特例 好不好 好 那 對S型函數微分 這個 1加上1的負X四方分之1 是不是就是Logistic Equation的這一坨 這就是Logistic Equation的這一坨 對不對 這一坨我們現在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叫S型函數 英文名字SIGMOID function 好不好 我們對SIGMOID function做微分的話 它的結果 看著喔 對SIGMOID的函數求微分 它的結果是不是先對下面這包 先對下面這包求微分 然後再對這一包裡面的X求微分 這我運用到連鎖率 這樣可以嗎 從這裡到下面這一行 我用了連鎖率 有沒有人這裡看不懂的啊 大A是這個部分 對這一包先求微分 再對X裡面求X的微分 再對X裡面求X的微分 這樣可以嗎 這裡從這一行到這一行 我用了連鎖率 有沒有人這裡看不懂的啊 都可以接受嗎 海倫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喔 好 那 接著我對這一包求微分 會不會很難 對這一包求微分 我是不是相當於對 做一個微分除法 上面我求一個微分 下面我求一個微分 這樣可以嗎 就是如果按照我們前面的公式啊 如果你不會求1分的微分的話 至少你可以用微分除法嘛 對不對 那微分除法 下面是不是就是平方 簡單嘛 下面就是平方 這樣可以嗎 下面就是平方嘛 直接這一包的平方 上面呢 對G of X G of X就是這一串的微分嘛 這一串的微分 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現在懶得求 可是他要乘以一個1的微分嘛 請問一下1的微分是多少 0 所以這一串的微分我就不用求了嘛 對不對 左半邊就是0 這樣知道嗎 那右半邊呢 負1 負1 乘上 哦 負1乘上這一串的微分 負1乘上這一串的微分 啊這一串的微分不就是1嗎 這一串 注意我是求這個 對 這個的微分 所以他就是負1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1 然後這裡本來就是1了嘛 對不對 所以負1乘1 負1 所以從這裡 到這裡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看右邊的部分 右邊的部分 這個x 我要對x求微分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成1加上這兩個部分 我對1求微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 直接不見 所以我只要求右邊 我要對右邊求微分就好 這是常數項哦 我只要對右邊求微分 我對右邊求微分 他是-x對不對 他-x 我是不是可以再用連鎖率 先對-x求微分 再對-x裡面的x求微分 對-x求微分的話 是不是就是他自己本身 可以嗎 那 對-x求x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把負號移上來 所以就是-1的自己本身 這樣可以嗎 這一串可以接受嗎 所以從上面到下面 虛無教我們可以把你解解 海倫可不可以接受 海倫可不可以接受 海倫可以嗎 這個-都可以嗎 1明年級的都可以接受嗎 2明年級的不能接受也可以講 好不好 好那這兩個 那我就直接乘上來就好啦 這個不難啦 可以嗎可以接受 這個不難 這個我就只是把這兩個負號移掉 然後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在這裡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 到這樣沒有問題 那 這裡拆成這樣很難看懂 可是我們可以把這樣往回推吧 如果我們這樣算回去是對的 這樣算過來就只是一個特殊的看法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這一個東西我們先通分嘛 對不對 這一個通分完是不是 1加上 1的-x方-1 所以就是 1的-x方-1 這樣可以嗎 這一串是不是就是 1加上1的-x方-1的-x方-1 這兩個乘起來 1的-x方-1 所以是1的-x方-1 下面就是這兩個 下面兩個是完全一樣 下面兩個完全一樣的話 就是它的平方 這樣可以嗎 所以從下面求上去不難 上面求下來有點難沒關係 但是從 你只要知道從下面求上去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了 這個等號就成立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一串是不是很巧 這一串是不是我們本來的這個 s型函數 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不是非常巧 所以對s型函數求回分 就等於s型函數自己 乘上 然後 以孩從我乘下 1-e-s型函數 以後如果我用到 �로gistic function 或是我們現在改名字了 把他叫做sigmoid function 那 他對他求回分 就等於他自己乘上一減掉他自己 這個結果非常重要喔 我們等下我們之後 的課程至少兩三節課都會用到這個結果 好那既然你知道對S型函數求回分 就是自己乘上一減掉自己了 後面這邊就比較簡單了 對 這個 Loss求回分的話 就等於我先對P求回分 在P裡面對 在乘上P裡面對Beta0求回分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一個簡單連鎖率的運用喔 Loss可以拆成就是這一包嘛 這一包我先對P求回分 然後再對 P裡面求Beta0的回分 這個連鎖率的運用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的話 可以接受的話 對這一串 求回分 對這一串求回分 是不是就是 把這個 這個是一個那個 殘差平方合嘛 對不對 我把它帶進來 2n分之 Yi-pi的平方 這一串 這一串 跟前面線性回歸的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只是把它放下來喔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求回分喔 我只是把它放下來 這樣可以嗎 我只是把它展開 對這一串求回分的話就比較難一點了 先對LP求回分 這個P嘛 這個P是不是 從這個算出來的 LP經過 這個SIGMOID function算出來的 所以我先對LP求SIGMOID函數的回分 再乘上 對LP求Beta0的回分 從下面拆到下面有沒有問題 左邊比較簡單 左邊直接把 Differential function展開而已 這沒有很難 右邊的話 再用是連鎖率 先對LP求回分 再對LP裡面求Beta0的回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海倫 哈囉 可以嗎 要怎麼協助你 對P做偏偏分哪一個部分 後半部 好我們繼續 那你如果這一行看得懂的話 那 這一串 對這一串求回分 這個我們剛剛求過了嘛 正負號交換 二一下來 約掉 對吧 這可以接受嗎 對這一串求回分 這剛剛我們求過了喔 剛剛我們求過了 二一下來 把這個二約掉 然後正負號 然後這兩項交換 對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我們剛剛真的求過了 好 然後 對這一串求回分 因為它是SIGMOID function嘛 對不對 對SIGMOID function求回分 是不是等於 自己乘上 1-到自己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對是不是等於P P就是SIGMOID函數的結果嘛 對不對 注意喔 對 這個函數求回分 等於自己 乘上 1-到自己 對 這整串 這整串就是P嘛 對不對 對P求 為分的話 就是P乘上1-P 這樣可以接受嗎 在乘上我把LP展開 那就是BETA0加上BETA1XI嘛 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 這一串 對BETA0求回分 那就是1嘛 就直接乘上來 所以就留下了這一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那對BETA1求回分呢 那就是這裡 前面過 前面過程都一樣 最後留下 XI 所以答案只長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到這裡為止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這個微分的過程喔 你如果可以懂 非常好 會 對你後面幫助非常好理解 但是 你如果不懂的話 你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這個函數不是隨隨便便 寫出來 我的過程是什麼樣子 你如果不會求解 這件事情不太影響你 後面做深度學習的這個開發 但是 如果你遇到障礙的時候會有點問題 因為你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等一下 你就會發現這個式子其實有問題 啊不不我現在這樣講太快了 好不好 這個式子是 這個式子本身求回分的過程沒什麼問題 但他存在一些瑕疵這樣子 好如果你承認 BETA0的 偏導含數長這樣 BETA1的偏導含數長這樣 那這樣子我們練習題就來了 我們練習題就是我幫你把 BETA0的偏導含數寫出來了 也幫你把BETA1的偏導含數寫出來了 這個我都幫你寫完了喔 我幫你寫完了請你 做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比對一下結果 看看 我用T度下降法 一樣 這兩個偏導含數 有沒有辦法求得 跟Logistic Regression一模一樣的結果 -1.99和0.36 好嗎 試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這題的答案基本上 跟上題沒有什麼不一樣 喔 我不要貼這裡好了 就把這裡了 Differential Function跟這個 XY把它換掉 我跟這個上題的答案喔 我直接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這樣就可以RUN了喔 這樣就可以RUN了喔 好我們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0.91和1.95 這個結果不是很理想嘛 對不對 因為答案應該是-1.99跟0.36 對吧 那 到底發生什麼事勒 我們換一個起始值好了 我們換00 欸 答案是1.02 啊我們換10好了 欸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換起始值啊 3 換起始值答案會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換起始值答案會完全不一樣 好 那 換起始值答案會完全不一樣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試著做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欸 這個我是 我是把剛剛那個函數圖形給畫出來了 就是剛剛那個 函數圖形當BETA0 BETA0跟BETA1 各等於多少的時候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就是 呃 LOSS是多少 你會發現一件事 如果你從這裡開始往下滑 他滑的軌跡大概這樣 然後最後他的極值在這裡 你看得出來吧 他的極值在這裡 那 你會發現如果你從不同的 其實 不同的點開滑 尤其是在這裡的時候 他有什麼特性 他幾乎動不了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幾乎沒有斜率啊 你有注意到嗎 在這裡幾乎沒有斜率 他在這裡幾乎是平的 所以他幾乎不會動嘛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 呃 這個函數圖形啊 他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 他還是 在 他還是可以到 如果說你要讓所有的 起子值都可以達到那個 都可以到達那個就是 全局級值的話 那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 但是你就代數就要夠多 這樣懂的意思嗎 如果我們這邊改1萬代 1萬代這個 以這個 起子值還不夠 我們1應該可以到了吧 好他的答案會是 1.73 0.31 那我們都改0.0 好就會到達類似的位置 這樣可以嗎 不過這個結果跟 Roger regression 並不一樣 對不對 有一點 有一點差別 不過這個差別喔 這個差別其實 呃 這個差別的造成的原因 並不是 T2下降法有問題 這T2下降法本身是沒有問題 我有差別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不是 我們剛剛是不是定了一個 呃這個 Predict Function 那這個Predict Function是Logistic Regulation Function沒有錯 可是我們剛剛還定了一個 Cost Function對不對 那個Cost Function我們是用線性回規的 Function對不對 欸所以 但是你也知道那個Cost Function顯然如果做一些改變 那結果就一定會不一樣 精神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 結果會不太一樣 所以說 欸這個 這個Cost Function要定成什麼樣子 這個Logistic Regulation它其實是有自己的配置的 不是我隨便給一個 Cost Function就可以了 好那剛剛那個Cost Function有什麼問題 剛剛那個Cost Function就是我用Linear Regulation的Cost Function嘛對不對 那 它有什麼問題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 剛剛這個函數D型圖嘛對不對 這個函數D型圖我們可以在哪裡 得到一些information說這個函數D型圖其實並不好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Beta0跟Beta1偏導函數 結果分別長這樣對不對 這個偏導函數有什麼問題 我們仔細看一下 它有一個部分叫Pi乘以1-Pi 這個P是什麼 這個P是輸出的機率對不對 要0到1之間 但是如果你的Beta0跟Beta1都很大 就是主要說都是 都正很多 正很大 那是不是無論你數字多少你帶出來結果就會 它就會很接近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那個LP就是很大的數字 LP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是不是暗示著 這個P會很接近1 這樣可以接受嗎 P會很接近1 P很接近1的時候 1乘上 1-1是不是就是0 這整個 T度是不是就很接近0 P很接近1的時候T度就很接近0對吧 那如果你的LP很小很小很小 那這整個東西是不是還是很接近0 所以當你的偏導函數裡面存在的P 乘上1-P的時候 那你的T度就很不穩定 它的P如果很大 或者很小的時候 很大就很接近1啦 很小就很接近0 那它的T度就會接近0 T度接近0 那T度現在反而有什麼問題 它就不會動 它還沒有到極值喔 而且它遠遠的 偏離極值喔 它就T度等於0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喔 這個問題導致我們 的Logical Regulation 請求解不穩定 對不對我們講個誇張點的例子 假如我這邊給他10萬 10萬夠多了吧對不對 但是我這邊故意給他一個5050 跟你保證 一步都動不了 你看到了嗎 一步都動不了 我給他10萬步他都一步都動不了 為什麼 他在這裡已經是0 他T度是0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T度0他一步都動不了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我-10-10也是一樣喔 -10-10 好他還是0 他就完全不會動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幾乎是平的 當然你會說 那個P 再怎麼大也不會接近 也不會真的是1啊 也不會真的是0啊 不過電腦運算會有一些小數點的那個 他只能求近四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注意到這邊的問題了嗎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偏導函數 他的這個構成是一個很討厭的部分喔 所以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知道嗎 那我們能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改Predict function嗎 好像不行耶 Nog regression不是定成那樣嗎 所以我們能夠改什麼 我們只能夠改Cost function對不對 我們只能夠改損失函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改 我們現在啊 來給一個新的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叫 Cross Entropy 這個Cross Entropy長成這個樣子 負的 Y 乘上LogP 加上 1-Y乘上Log1-P 好這個 Cost function 乍看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看出來 他是不是滿足我們 對Cost function的基本要求 我們的Cost function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Y 跟P要越接近越好 對不對 這是我們 Y跟P越接近的時候 Loss就越小 Y跟P離得越遠 Loss就越大 這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們對 Cost function的唯一要求嘛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在這個情境之下 Y要嘛等於0 要嘛等於1嘛 對不對 那 Y等於1的時候 右邊是不是不看 Y等於1的時候右邊不看喔 那Y等於1的時候這邊帶1 P這個時候要 P這個東西的時候是不是越接近1越好 我希望他越接近1越好嘛 Log1等於多少 Log1等於0對不對 Log 0等於多少 負線大 可以接受嗎 負線大 但我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 負Log0 等於正無限大 Log1 負Log1是不是等於0 所以是不是 P 在Y等於1的時候 P是不是越接近1 他的Loss就越小 可以接受嗎 看得出來嗎 那Y等於0的時候 Y等於0的時候我只看這一項對不對 這一項就不看了 因為Y等於0嘛 這一項就不看了 那1-P 那這個時候 P如果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Log1了 Log1是不是0 所以又是最小 那如果這個時候 P等於1勒 他是不是就是Log0 負無限大 然後前面有個負號 又是無限大 所以這個Function很神奇喔 這個Function神奇在哪 雖然看起來 我看不出 他要求Y跟P要接近 但是啊 當Y等於1的時候 P就盡量要等於1喔 當Y等於0的時候 P就盡可能要等於0喔 這個Function神奇之處就在這裡 這個Function是誰訂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這個年代太久遠了 總之 這個Function看起來 能的確滿足我們對 Cost function的基本要求 那我們就試著把Cost function 改成Cross Entropy 然後來看看 改成Cross Entropy之後 結果會怎麼樣 好那 你如果要求 你如果要把 Loss Function改成Cross Entropy的話 你就要先對 Cross Entropy 求這個 P的為分 這樣可以嗎 那 首先你要先知道 對數為分 這個這邊有個對數為分嘛 對不對 對 這個 注意一下這個Log是自然對數喔 這個以 自然數為底 這樣可以嗎 以這個 就是 尤拉數啦 我們不要講自然數 就是以尤拉數為底 好不好 你對一個 以尤拉數為底的 對數 求微分的話 他就是 x分之一 這一個 我也不證明了 好不好 拜託你自己去查 微積分的書 不然的話 我們課就上不完了 好那 這一個 你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對 這一包 求 P的微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一項 這一項是不是可以把 Log P變成 P分之一 可以嗎 這一項可以改 P分之一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一串改成P分之一 這裡 歪流著 這邊改成P分之一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那這一串呢 對這裡有求微分呢 1-Y留下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先對 1-P 求微分 然後再對 1-P 對 對1-P 求P多微分嗎 對 1-P 求微分是不是又是 1-P分之一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對 1-P 求P多微分 是不是就是 1不要看了 負號留下來 所以這邊用減的喔 本來用加的 本來用減的 這個減號來源是 對1-P 求P多微分 然後這個 1-P分之一 是對Log 1-P 求 1-P的微分 這邊我用了一個連鎖率 這邊有沒有太大問題啊 需要黑板解嗎 哈囉 需要 需要 好 好 好那 求完之後 這個結果 我們把他 通分 通分完之後 這個結果求下來 這個就不用交了吧 這個就不用交了 這應該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這個應該不用交了吧 好 神奇的事情出來了 這樣子求完這個微分之後 你感覺什麼神奇的事情出來 這個 P乘以1-P 剛剛是不是很討厭這個東西 這P乘以1-P 居然出現在分母的部分了 他出現在分母的部分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來 我們現在對 Beta0再求一次偏倒函數 但是這一次我們把 Cost function 改成 Cross entropy 本來是殘塔平方合吧 我們把它改成 那我們是不是先對 Cross entropy P的微分 再對P求Beta0的微分 這個 這個東西 跟剛剛前面這裡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模一樣喔 好 對這個東西求微分 那就不難嘛 這個東西 我先把後面展開 後面展開 我展開的過程跟剛剛一模一樣 這可以接受嗎 一樣也是 S型函數 在乘上 對LP求Beta0的微分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Pi Pi乘上 E-Pi 分之 Pi-Y嘛 這個部分是不是跟我上面 求的答案是一樣的 可以接受嗎 一模一樣對不對 對這個東西求微分是什麼 自己乘上 E- 可以接受嗎 然後在乘上 對dP求Beta0的微分 這邊就留下1的啦 後面這個部分就有了 這樣可以嗎 神奇的事情出來了 這個我最討厭的部分 對s型函數 球微分 一定會留下 自己乘上 這部分 剛才講的 T度很討厭 它就會 牠就會不見 T度會不見 就是這個原因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跟這裡約分約掉 就是去掉了 去掉了以後是不是就剩下pi-yi 然後後面這邊留下1 1就乘上來不見了 所以現在我假設把Cost function 換成Cross entropy 我就可以把剛剛討厭的部分 pi乘上1-pi 把它去掉 約分約掉 對Beta環球為分呢 那就是把前面部分完全一樣 後面部分把x留下來 這樣的過程是不是 得到結果是不是也沒有pi乘上1-pi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透過改寫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 他的目標 跟我們的目標還是一致的 原則沒有改變 P跟Y還是越接近越好 但是我們居然透過改寫損失函數 把那個剛剛會討人厭的部分 把它約分約掉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懂意思的話我們就要來做練習題了 現在我們一樣 把Differential function寫給你 然後請你再做練習題 然後來看看 改掉Differential function之後 現在 你在換那個起始值 他會不會T2不見了 理論上不會了嘛 因為我們數學已經解掉了對不對 那個p乘上1-p 已經不見了對不對 好我們試著做一下實驗 這個實驗應該比較快一點吧 我們 大概我們 我們到50分的時候做檢討好不好 這一題的答案啊 只要把這個 怎麼改呢 你只要 你甚至連這個數字都不用改 你只要把 Predict function跟Lost function這邊改掉就好了 這裡 好你把他改掉以後啊我們再來看結果 你看我一樣從-10-10開始喔 但是他結果就是可以1.99 0.36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那當然如果你從0開始當然也是可以啦 好這樣結果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這個 這個還沒有達到那個 集值很有可能就還沒 還沒做到而已 代數多一點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這邊有個重點 為什麼 為什麼差別會那麼大勒 差別會那麼大原因是因為 這個 函數的圖形 現在 他就長成了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優化跟你 你剛回想一下剛剛上個函數的樣子 是不是差別非常的大 這個 這個函數 很明顯的 他就是 無論我把他丟在哪裡 他應該都可以很快速的 滑到我想要的位置 對不對 好這就是 改變 Cost function 對於這個 就是對於這個優化效率提升的這個 幫助 然後他就可以讓T2下降法是walk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所以說你現在學到了什麼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 指定了一個Predict function 那很有可能 我需要為他特別設計一個Cost function 這Cost function 我們在 今天最開始的時候不是問說 Cost function是不是可以隨便設 滿足原則就好了嗎 看起來今天除了 今天我們學到的一件事 除了滿足剛剛的大原則以外 我們還需要特別小心 去看看 那個Predict function微分之後的結果 會不會有一些我們不想要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在Cost function裡面把它修正掉 所以這個Cost function 跟Predict function 他 似乎有一些 1對1的 對應關係喔 這樣可以嗎 舉例來說 現金回歸 他要用的就是 殘差平方核 這個Cost function 可不可以改成絕對值 可以 但是 很有可能那個優化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這樣知道嗎 優化講的是說求極值的過程就會困難一點 那那個 如果今天 你的 Logicic Regulation 你不用 Close Entropy 當做Cost function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就會困難一點 這樣知道嗎 所以 現在的 Linear Regulation 他的標配就是 Linear 那個 那個Predict function 加上那個 殘差平方核 這個Cost function Logic Regulation 他在用的時候就是 Logicic 他的 Predict function 加上 Close Entropy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上一個 上一個學期的時候 我們學到的 Logicic Regulation的 優化是 是什麼 優化的目標是什麼 用最大概是估計法 優化對不對 最大概是估計法 我們是要 最大化樣本機率對不對 最大化樣本機率 他的樣本機率是不是用二項分佈 他二項分佈是 P的Y次方 乘上 1-P的 1-Y次方 這是不是 上一節課 我們在學這個 Logic Regulation的時候 我們認為他的目標 應該要是 最大化這個樣本機率 可以接受嗎 這跟我們今天的觀點完全不一樣嘛 對不對 可是啊 這個 如果啊 你如果 對這個 Function 有一點點小小概念的話 我們的目標是 這是一個機率對不對 這是一個樣本機率 這是單個樣本的樣本機率 我們希望 單個樣本的樣本機率 把它累成起來以後 我們要最大化這個樣本機率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個是我們上 這個上個學期教的喔 好那我們 這個最大化樣本機率 如果我們把它取log的話 你會發現很有趣喔 我們對這個東西取log的話 他 累成是不是變累加 累成 累成移出log是不是就變累加 可以接受嗎 對這個東西求log的話 指數項是不是移到log外面 變成 y乘上logp 這樣可以接受嗎 指數項移下來 1-y 是不是也移下來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 要最大化一個 close entropy 長一模一樣喔 只差沒有負號對不對 可是close entropy負號加上來是不是最小化 所以最大化這個東西是不是等於最小化這個東西 所以 原來close entropy 跟統計上面的 最大化這個樣本機率 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好這個就是科學上的殊途同歸啊 就是無論你是從統計學的觀點 來求解logistic regression 還是你從 這個 就是 你需要約掉這個 p乘1-p的部分 去design一個close entropy出來 然後去 設計 去給他這個求解 他們的答案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啊 這個 統計學的logistic regression 跟現在我們要學的人工智慧 他的logistic regression 是一模一樣的 形成的邏輯不一樣 但最終的結果是一致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等一下有問題的人一定要提出來喔 好不好 我們不期望這一節課 百分之百都能夠吸收 不然你下一節課一定不能吸收 下一節課 我們會連續 我們至少會連續 四節課 完全都在講原理 你會覺得這連續四節課都好像在上數學課這樣子 然後 前面的七節課 我們這個學期的前面七節課 多多少少都會帶到原理喔 我都沒有應用喔 都是原理喔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今天啦 主要是 有很大一部分 上個學期就有上過了 也就是T度下降法 但是我們今天講更細更仔細這樣子 我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 深度神經學 網路的優化基礎 我們用的是現金回規跟邏輯回規當範例 應用T度下降法求解 然後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想要理解他深層的原理 你需要 自己會求微分 不然的話你根本 你就覺得 我就這樣一直下去 那個對你那個 柿子不會有感情 你現在 因為你會微分 所以對那個P乘以1-P的地方 就會有感情 你就會知道說 我需要design一個 Course的方式去把它約掉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到下一個單元以前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現金回規跟Logity Regulation 它有哪些缺陷 現在看起來我們很不錯嘛 對不對 Predict function Design出來 Predict function我們可以用別人設計好的 然後我們再去設計一個Course function 它就可以優化了對不對 反正我們現在手上有T度下降法這個工具啊 那我們現在問題是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了嗎 是不是 這世界上任何東西我們都可以用 Linear Regulation跟Logity Regulation方式去預測了 這個是下一節課之前 我們需要想的問題 好那到這裡為止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啦 啊有問題 有沒有要提出問題 要討論的 我們這節課希望大家是就是 非常就是 有一我問題就討論這樣子 雖然可能很難做到 啊有沒有人要講了 沒有人要講 那我們就結束囉 好不好那我們就結束了 好那就這樣子那我們就下課啦 那我們就下課啦 那我們就下課啦